在现代城市风景中 旧厦门街派出所 静静隐身其中 并未如其他历史建筑 张扬的吸引目光 然而 当人们停下脚步 仰望片刻 便能感受到其独特的风韵 这栋建筑物 川端町的旧的派出所 它外观特别的地方 主要是它在将近一百年之前 它就使用了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 厦门街这条街 我们现在讲一下 它的中间这一点 就是所谓日本时代留下来的川端派出所 大概就是1936年盖完 那日本人的警察就住在这边 当初因为厦门街算是一个地区的商业街 所以对直密地时代 他们设置派出所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位置 他之所以要在这个地方设派出所 是因为到哪个地方交通方便 他要出勤 他方便 而且他要去桥梁 为什么 因为以前桥梁有港哨 然后码头也在川端桥的旁边 有货物不然是人员 码头进出的时候 警察都要去检查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丁州路 以前叫万兴铁路 那铁路以前 警察也是要去检查 有没有就是违禁品啊 或是说不法分子 所以他在一个交通要充的地方 设派出所非常非常的合理 在日本时代 就是1895到1945这段时间 主要的政府机关跟行政部门 都在所谓城墙里面 就是博爱特区 那那个时候日本时代 他们主要的所谓公家的职设 就主要是以城南为主 也就是现在的爱国西路 爱国东路以南 我们通常熟知的古岭街 厦门街 温州街 清田街 都是这个范围 在清岭时期 原本为古亭庄 但在日本殖民时代 改制为丁 故改为川端丁 川端有河滨河畔之意 白天可以在河畔租小船划船 晚上可以乘凉赏月 而河边水源路旁的冀州庵 则为当时的料理亭 川端丁的修行活动 也成为当地的特色之一 1936年设置川端丁派出所 隶属于台北南警察署 以川端丁 马场丁 古亭丁一部分 为管辖之范围 此所位置为都市中心 及重要道路上 都可看出日志时期 以当时厦门街的重要性 我住在这里 差不多75年了 我们厦门街是 在台北市也站着 相当有分量的一个街 早期我们这边的巷子 是叫做通 就是在日志期的时候 没有什么巷 都是通 什么丁 什么通 我小时候我们这个厦门街 是一个台北市跟台北县的 一个主要的干道 我是战后第一代 小时候是在台北出生的 那出生的时候是在福州街 可是没有两三年 家里就搬到厦门街 其实对这个厦门街 同安街这些环境是非常熟悉 主要的店铺 大概就是从古岭街那头到水源路 长度不长 可是事实上一般生活上 所需要的店铺都有 而且当年因为所有的家庭 事实上生活的条件都比较简单 所以日常在这条街上 大概就足够了 当时我当理想 我也是这个拍手的 这个平凡中队的中队长 所以我跟这个拍手远远 以及历届的首长都跟我相当的好 至于我们这个拍手是相当有历史的 当时这个拍手是日记时代就流程在这里 以前在厦门街充满了很多 这个大家人情会是相当的浓厚 这个最重要 而且自然也是相当的好 因为我们都外来人口比较少 我们跟他们感情就是跟家人一样 就是没有血缘的家人而已 1945年11月1日 战后的厦门街派出所 由台北市政府管理 2010年 新建中正第二分局厦门街派出所 2011年 管理权转移给台北市政府环保局 建筑开始闲置无人使用 这个派出所后来还是做同样的使用 而且一直到公元2010年 才因为房舍老旧 新的派出所在厦门街另外一头盖完以后 才搬过去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种建筑物 它的使用年限 从日本时代一直到2010年 前后在殖民地时代跟后来 都是警察的使用 这个旧的派出所 大概从2010年搬空以后 事实上就一直废弃在那边 可想而知 那个废弃的建筑物没有人管理 事实上环境了跟治安 我想大概都附近的居民 非常在意的 厦门街其实在重庆南路 计划道路开通以后 没落了 以前是皮鞋店 后来皮鞋店被进口的皮鞋店抢走了 所以他们现在都改成旧货 变成我们这条街等于旧货街了 2015年 旧厦门街派出所 登陆为台北市历史建筑 开始进行古蹟修复与再利用 扶着那个扶手往上走的时候 然后就仿佛有一种被召唤的感觉 对就是好像有个声音在跟我说 就是你应该来就是修复这栋建筑物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快要一百年之前 是用钢筋混凝土 甚至就是比较现代化的置砖的技术 在当时的就是譬如说气候条件 那这个南面的大的开窗可以把光线跟空气 就是很自然的引到建筑物的所有角落 达到一个采光通风的一个就是效果 然后那个墙在楼梯间旁边有一个很厚的墙 那道墙其实有30公分这么厚 即使是在现在都是一个很厚很厚的墙 在那个30公分的墙上面 其实我们在把外面的一些装修材料打开之后 发现它有六个圆洞 这六个圆洞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其实还没有考证出它实际的用途 另外就是在楼梯的扶手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18、19世纪的 就是近世复兴式的图案 这图案是一个镜像字 你旋转180度 它是一样的字 因为它是非常早期的建筑物 所以都是大量的砖来做一些墙面 那这个墙面的砖呢 内墙砖是使用TR砖 TR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 台湾练瓦出世会社 我们在比如说修复的过程当中 然后可以感受到这个TR砖是强度很高的一个砖 很扎实的砖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建筑物的外墙 我有点舍不得那些旧的砖 所以我就尽量用修补的方式 然后有缺损的地方 我们再补新的砖 最后我们盘点出来是需要8000多片 8000多片我就很困扰 因为我不希望做到每一片都长得一样 我们就看了一些论文 然后查它当初土的配方是什么 第一个查土的配方 然后第二个我们才查柚的配方 我们要查柚的配方 就是为了烧出接近我们外墙的颜色 虽然是新烧的砖 可是已经尝试要给它一些时代的仿旧感 比如说我们有加一些草木灰 或者是说沥青的颗粒 然后搭配着就是一起去烧 然后去烧出那个时间的质感 旧下门街派出所外墙所贴附的十三钩面砖 是1920年代末生产的陶纸面砖 约有十三道钩痕而得名 此设计除了可以增加砖的强度 因表面凹凸不易反光 颜色与大地相近 在战时将不会受到轰炸机的注意 所以也有作为保护作用 或避开空袭的说法 透过这些勾文 可以让我们见证前人的智慧 日治时期警察惯例派出所 是以接近民众 维持治安及推行政力 是最基层的警察机构 那派出所这个名字当然很有意思 意思就是说他们绝对不是在某个地方 在房间里面办公 所以就是要分散在各地 所以派出所这个名字多少也反映到警察 在当时甚至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他的功能 我曾经在厦门街派出所服务了四年 这个 一样啊 对啊 以前刚来这边报道的时候 第一眼感觉啦 就憧憬快三十年了 然后我没有见过这么破旧的听声 当初来的时候 大家都年轻人嘛 那时候我也才三十出动 对啊 然后来的时候 睡觉 半夜下雨的时候 因为刚来不知道 半夜下雨奇怪 滴水 对啊 然后一些老学长才跟我讲说 你要睡觉之前要先看 先挑好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呢也不是固定的 今天可能露这边 明天露那边 对啊 出去看你运气 以前治安就是靠这些热心的 伯伯或是伯伯一棒嘛 然后他们听到什么风吹草动 或甚至说这个楼梯最近有比较 比较多不是常看见的 在那边活动的时候 所以像我们破获赌场 都是这样子破获的啦 以前的警察比较有人行为 以前的警察 他负责方面 有查报回见 查报这个人口 他还要去查缓人口 所以他们比较有跟老百姓接触 自然就是人跟人发生的事情 离开这边快二十年 到现在为止 还是有很多人碰到还是会打招呼 还是大家还是很亲切 在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的推动下 昔日的厦门街派出所也迎来重生的曙光 一楼其实当初就是设计成餐厅 那二楼的话就是我们有一半的空间是租给服装设计师 然后这个讲座空间 那我们本身自己会办一办讲座 然后办活动 包含品酒课 艺术蜡烛课 花艺课 还有浮雕画课 未来其实也会尝试说就是各种课程 然后希望大家聚集在这边 有一些美好的体验 然后可以带回家丰富各自的生活 我觉得都市发展 不应该是有新的地方 就把旧的地方扔在那边不管 应该是新旧都要兼顾 这是我作为以前这个下面街的居民 对这个地方的感想 这个建筑物呢 从它是一个废墟的状态 然后一直到我们修复完 然后重新延续它的生命 好 然后呢 你说它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它就像一个孩子 就是在一个跌跌撞撞的过程当中 然后就是慢慢地期待它越来越好 所以我每天在这边工作 然后就是也承载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跟使用的空间 然后在这边开会啊 办活动 那其实就是在你记忆里面 一个空间就是它不可磨灭的一个场景 那我是离开了十几年了 然后第一次十几年后第一次进来这边 整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有比较像古迹一点 你就是要人进来 那人跟人之间要有互动 然后有一些交流 那这个空间才成立 才是建筑的内涵 目的其实是希望街区越来越好 希望台北越来越好 然后希望大家凝聚在 我们有个共同语言 透过这个新的活化的地区的一些导览 或一些这个过去技术的历史 那我觉得是可以让城南这个厦门街这个记忆 可以重新恢复 这种建筑物在修复的时候 精英者进来他们当然也花了蛮多的功夫 就没有想过要放弃 然后包括像文化局副作天尾 他其实一直很担心 我会跑路 对对对 然后他就常常在跟我确认说 你确定你不会跑 你会做完 我都跟他说会不会做完 对 你听见了吗 这是旧厦门街排除所的心跳声 从旧厦门街排除所出发 聆听城南的故事 唯有珍视历史与记忆 我们的此时此刻才有意义